24 指揮中心开放孕妇优先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 确保妈妈跟胎儿都有完整保护力 但两个月后却疑似传出首例莫德纳突破性感染 这名个案就是台电大楼7楼业务处第二名确诊者 30多岁怀孕女员工传出在8月10号打完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8月14发烧喉咙痛8月16快筛阳性确诊 目前正在隔离治疗中 若属实就是台湾突破性感染孕妇首例 在临床试验里面莫德纳的对于原来的武汉株或者是英国株 它的保护效率应该是9成4到9成5 所以也就是说即使碰到原来的病毒株 它也是有5%的机会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突破性感染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国人会有一些迷失说我们打了两剂疫苗之后就不会染疫 那其实在根据国外很多的研究 不管是MRNA疫苗或是蛋白质疫苗 或者是腺变毒载体的疫苗 其实都还是有染疫的风险 但最大的效果是避免状症 避免死亡跟住院 这个个案我们会看到它 它其实是轻症或甚至几乎没有症状 这名台电确诊孕妇CT值未知 不根据台电透露 它症状比较轻微 表示两剂莫德纳疫苗还是发挥保护效果 但这是否代表直达两剂疫苗已经不够力 国外的研究也在 最近也有陆陆续续的翻新 就认为就是说 像免疫功能比较不全的 就是有癌症治疗的 有在服用免疫之际的 甚至有很高的机会 有很高很大的建议说 可能需要达到第三剂 来增强它的免疫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接种三剂疫苗 将成为未来趋势 而且将不限于对抗变种病毒株 只是台湾完成第一剂施打的人 只占39.21% 连一半都不到 没有完整保护力情况下 谁都没有松懈本钱 环宇新闻张家宝 廖品君 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机器掌握全球时势根最新驱使 每一次都没有打开 开启小铃铛